一場交通意外 可以看到人性的貪婪、無情和冷漠 在墨西哥埃塞爾茶坎市 一部運送20噸活豬的貨車 由於負載過重 近日經過一段曲折道路時失控翻側 多一隻生豬被拋出車外受傷 當地居民聽到消息後趕到來 拿著承索搶走受傷的肥豬 豬的慘叫聲不絕於耳 居民綁好肥豬後 將豬強行拖走 有肥豬想逃走 亦被幾個大隻佬團團圍著帶走 甚至有人用硬物鑿穿貨車車身 試圖搶走困在車上的肥豬 貨車司機說他沒有能力阻止這幫人搶劫 據報有一個警員和一對消防員在現場 但袖手旁觀,沒有阻止居民的行為 司機在車禍中受傷 目前不清楚有幾多隻豬被搶走 無論經鄉原圍公路還是連麻坑路交回住 都可以來到鄉原圍邊境管制站 如果你經鄉原圍公路前往 請圓鄉原圍口岸指示行駛 由於出境貨車必須沿用左邊行車線 才可以前往出境貨車檢查亭 沿路會見到路牌指示貨車需要靠左行駛 當你經連麻坑路交回住到達鄉原圍公路 請洗出公路靠左行駛 見到貨車出境的路牌之後 只要向前駛 就會到達出境貨車檢查亭 視機請留意上方顯示屏的指示 選擇適當的檢查亭通道 進入檢查亭之後 先通過入境處手續 然後在海關的全合一控制板 返你清關手續 在進行清關手續的時候 車輛前面的顯示屏 會顯示海關手續進行中字樣 之後如果顯示屏出現這個指示 就代表你需要駕駛車輛前往海關驗貨台接受檢查 視機也需要留意海關發出的廣播指示 例如AB1234請往海關驗貨台接受檢查 根據香港法例 司機在出入境時 必須遵從香港海關在清關廷發出的指示 為者可被罰款及監禁 然後司機就需要靠右線行駛 前往出境貨物檢查大樓 沿路亦設有顯示屏 提醒司機需要接受海關檢查的貨車車牌號碼 若司機需要切換往右邊行車線 請留意交通情況 小心駕駛 沿路會見到出境貨物檢查的路牌 司機繼續靠右行駛 將貨車寫往海關貨物檢查大樓的泊位 以接受檢查 當你在海關清關廷辦理清關手續的時候 如果顯示屏出現這個指示 就代表清關手續已經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 司機需要靠左線行駛 經跨境天橋前往深圳